3 2 1 鳴槍起跑田舟馬拉松空拍鏡頭 密密麻麻16000多名參賽者同場較勁 賽道攝影機畫面中 跑在前頭的黑色上衣男子 臉不紅氣不喘 男子在人群中通過終點線 最終成績是1小時53分58秒 完成半馬賽事 拿下分組第一名 但最後上台領獎的卻是她的母親 跑步的領獎的竟然是不同人 蘇小姐是半馬女子A組第二名 她參加過無數馬拉松比賽 領獎時發現蹊跷 調出賽道監視器比對 揭發分組第一名 原來是找人帶跑 可能兒子來不及報名 或者是朋友沒有報名 那就轉讓由她來帶跑 黃姓婦人事後坦誠是找兒子帶跑 結識他們一家人一塊兒參加田中馬拉松 但兒子沒有報名 一時既養帶上母親的號碼條 誰知道拿下分組第一 黃姓婦人自稱是隨便跑跑 沒想到會得名 認為一切只是誤會 由於男女半馬混合一起跑 第一時間才沒被發現 主辦單位已經將黃姓選手名次取消 並且競賽一年 要求歸還降拍和獎品 馬拉松帶跑還拿下分組第一 這恐怕不是所謂的運動家精神 記者陳盛委 李夢中彭馨 彰化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